诶 你出来打工过后 有没有给父母家用呢? 今天没有话讲 轮到你讲 我们来到上位Velotipi 今天我们就要看看 大马打工一族 到底有没有给家用的习惯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回答吧 Let's go 你觉得出来社会工作过 是不是一定要给父母家用呢? 对 有啦 因为他们养他们讲很久 个人觉得是基本的啦 家里有一些富胆 像我们也是要帮忙 富胆一些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如果家里很有钱 爸爸妈妈是 你是富二代你就不用给啊 是这样啊 富二代的话 根本就躺在家里了 我们都不用想这些问题了 也对也对 我觉得看个人情况吧 不顾顾我肚吗 我又不是KL的 从来外地来肚 要给回一点 对啊 要负担家里的开销 工作第一份薪水 你有没有很像给多少% 给你的家人啊 as a 家用这样子 有 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可以大概一个10% 可以的话就给10% 但是在很辛苦的 我是给10% 600% 哦 哇 暂时还没有啦 我也有跟家人共同 家里先不一定先 再会再给他家里 对 你觉得现在目前为止 因为可能物价什么很高 然后你的薪水还不稳定 对 很不同薪水 大概是钱的哦 哇 就我赚到了钱 因为我一出来就开始最创业 哦 ok ok 你们是从一开始就是创业到现在 可以方便透露你们是做卖什么东西吗 Netformer的创业啊 哇 这样很好哦 如果否我现在的想法我应该不会给 就讲给多少家人 反而我应该会 maybe买金啊 还是什么给他们这样子 就是 第一个礼物吧 比较特别一点 是我自己正式打转来的那种 觉得啦 如果是没有给家用的人哦 是不是就是代表不销售 也不是啦 因为有些人跟他家人的 关系不稳定好 嗯 然后就 不要给 然后无所谓咯 而且有些人不够 就 太多东西要还 不会 看个人嘛 你要给就给 这个真的很看家庭情况 像如果你知道你父母 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 没有那个钱 然后 儿女 你就 自己自罚给啦 可是有些人 男孩家里比较 有钱嘛 然后父母其实没有很劝钱 其实这种父母 他就 不会要儿女给他钱 然后 可能自己要给是一个 自己一个心意吧 可是有些家庭就 像如果 退休 然后你知道父母 有 income 然后就是一个 support 他出来工作了啦 他不要给家用 你觉得是不孝顺吗 不合适哦 应该是 觉得不是很好啦 这样子 你过后如果结婚 生了孩子 你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负担 你觉得还有必要 继续给家用吗 需要 还是会继续给父母 为什么你觉得 一种责任吧 有啊 还是需要 对啊 就算给多还是给少 也是要啊 我觉得是分开的一些 我以为我家庭要养 不代表 然后 我自己开销大了 我就不用钱 可能 阿嬷会变少掉还是怎样 可是我觉得怎样都还是要 贴一点 女儿的责任 就是 Asian culture 就 父母也怕了 我多钱养多大 然后 我就不用抵了 所以 家里还是 有开销那些 他们也是要 用啊 这样子 因为我们作为孩子 就是他小时候照顾我们 我们现在应该要 孝敬他们 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觉得还是 As a 女儿的责任啊 也不算一个责任吧 就是我孝顺他的其中 一种小方法 哦 爱的方式你觉得是 就比起责任 你觉得是个爱啦 对 嗯 一些打工人呢 就觉得家用是一定要给的 而有一些呢 又觉得不一定要用金钱的方式来给 你有什么看法呢 在下面留言区给我分享吧 没有话讲 轮到你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